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乒乓球队 关注一下巴黎奥运会的情况 那么中国乒乓球队目前已经抵达巴黎一段时间进行集训了 而所谓中国乒乓球队 尤其是女队在本届奥运会上去争取冠军的最大对手日本队 同样也已经展开了积极的备战 那么此前日本媒体也是开了这个专题的节目 来分析巴黎奥运会日本队的表现 尤其是日本女队这次可能承担着他们更多的希望 而他们分析的重点自然就是中国女队 那么在从东西奥运会开始到这个巴黎奥运会开始之前为截止的话 那么在整个这几次大赛当中 在女子乒乓球团体赛当中决赛就没有出现过别的球队 奥运会决赛是中国队打日本 两届时拼赛2022年的成都 2024年的府山时拼赛决赛都是中国队和日本队的交锋 那么目前以团体赛而论 世界上就有三个等级的球队 第一等级是中国队 第二等级是日本队 第三等级是其他球队 所以说日本队也被中国队看作是最大的对手 而中国队也被看作是日本队突破的唯一需要去重点关注的点 两支球队是本次比赛的一二号种子 所以说决赛之前是不会相遇的 那如果说决赛当中再次是中国队打日本队的话 那日本队该如何排兵不振呢 这家媒体按他们的分析来看 也是给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 当然这只是他们的媒体答案 并不代表日本乒乓球队真的会按此操作 按照这家媒体的分析来看 孙颖莎是不可战胜的 他们认为孙颖莎会出现在中国的两个单打的比赛当中 而不会去出战女双的比赛 按照奥运会的乒乓球团体赛的规则 是将会有一位选手参加两项单打比赛 另外两位选手参加一项单打比赛 外加一项双打比赛 总共是五局先赢三局者拿下比赛的胜利 所以说日本队默认孙颖莎将会出任两场单打 而这两场单打按照日本媒体的分析 日本队是断无胜算的 所以这两场比赛是默认放弃 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即便日本队能够爆冷击败中国队 那也是三比二赢的 不存在其他的更大比分的一个获胜 同时的话呢 按照这家媒体的分析 王曼玉和陈梦将会成为他们突破的重点 而且女双将会是他们必须拿下的比赛 如果说这个比赛拿不下的话 那么整个比赛就不用打了 所以说啊 他们还是非常忌惮孙颖莎的实力的 在此前呢 釜山世平赛上 日本队一度将中国队逼入绝境 双方打到了2比2平 在关键的最后一局当中 已经输过一场比赛的陈梦 顶住压力最终战胜了日本选手 拿到了世平赛的冠军 可以说是这个巴黎奥运会周期 中国女队所经历的最惊险的时刻 不过啊 对于日本女队来说 想要从陈梦和王曼玉身上下手 难度也是非常非常高的 首先陈梦的话呢 在2024年经过釜山世平赛的 势力调整之后 面对日本选手 胜率是非常高的 尤其是在沙特大门关的比赛当中 他更是一路平推了日本队的奥运会 三大主力 当然就目前中国队参加奥运会的 三位主力选手来说 其实各个打日本队的胜率都是挺高的 而陈梦在这三人里边相对偏低 而王曼玉在整个巴黎奥运会周期 更是从来没有输给过日本选手 这一点的话还是让我们也感觉到很有把握的 其实当初在世平赛决赛里边之所以打成2比3 主要还是在排兵部阵上出了一些问题 王毅迪的话呢 相对打日本选手不是那么的有心得 在这个奥运会周期 他曾经八次输给日本选手 说实话打日本选手的胜率也就是一个五五开的局面 如果当时真的说是用王曼玉顶替王毅迪来打这个世平赛决赛的话 我觉得比分大概率将会是一个3比1